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片第六十一段 这段是《恶报》的第四个段 《杀生之恶》 《非》是《非鸟》 《酒》是《瘦雷》 《贼》是还未出生的小动物 《猪》是棲息 《鸟》是棲息在树枝 《瘦》是棲息在洞穴 《双胎破卵》 《胎》是走兽 《卵》是飞禽 《鸟》是棲息在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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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盡那种心行为太残忍了 所以他望开三面 人一定要有慈悲心 绝对不要杀害任何动物 我们自己切身处地想想 人家伤害我的时候 我们心里是什么滋味 人家杀害我们的亲属 甚至杀害我们自己身体 绝对会怀住深仇大恨 报复的心理永远不会消失 学佛的人都明白 人不是死了就没有 如果死了就没有 这种事情就好做了 现代人迷信科学 说信仰宗教的人是迷信 这样说实在太矛盾了 我们冷静思维 这样说 说不通的 佛同我们说 这句是真理 一切化从心上生 你心里面上神 就有神出现 你心里面上鬼 就有鬼出现 一切化从心上生 心上有很多念头 我们自己都觉察不到 微小的念头从哪里来的 无量劫以来 累积来的 佛同我们说得好 阿赖耶稀就好像一个仓库一样 无量劫来 你的念头 你的念头统统在里面 落下种子 种子遇完 就起现行 非常微小 十法界从心上生 我不想 有没有这种事实 还是照样有 我不想 是我现在没想 我这一生没想 前生有没有想 所以现代人迷信科学 不相信天地鬼神的报应 而实际上在西方世界 鬼神报应的事情 我们时时听到 时时在报纸新闻里面看到 他们也报道 说他是科学没办法理解 科学没办法理解的事情多了 这就说明科学并不是万能的 科学还没达到究竟原本 现在还在摸索 还在推测 知识的领域是无边际的 现在科学的成就是有界限的 不单止佛法 所有宗教家都具有真实智慧 很多很多宗教家都有相当深度的定功 虽然他不会好像禅中盘腿面壁 但是他心地清静 清心寡欲 对世间明文利养五欲六尘 看得非常坦白 那种人就有定功 定是清静心 清静心就能突破时空的障碍 六道里面 他能看到天道 他能看到鬼道 他能看到地狱道 那是什么 时空的障碍 突破了 功夫越深 突破的层面越大 越深越港 深港 深港无济 佛法的殊性 佛的定功 达到究竟处 时空的维持破尽了 佛同我们说 这种功夫 这种见解智慧 不是他独有的 他也不会独占 他说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自慧得上 佛法说是平等的 问题 是你现在的心 是乱的 只要你能恢复平静 也好似他一样 清静到极处 宇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明白了 所以佛菩萨跟我们说 你看都叫我们去证明 证实 我们可以证实 他说的 他说的不是假的 怎么证实 適明探秤次勤修界定位 你就了解自实真相 了解六道里面 因果报应 圆圆相报 永无止境 人 不单止不可以杀害众生 戒经上 都不可以 無異上且不可以 何況有異 起心動念都有報應 善因善果 惡因惡報 明白這些道理之後 自自然然他就斷惡修善了 人生在世間 上古時代 他們就懂得選擇居住的環境 生活環境 什麼是好環境 言語常說 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這個是我們選擇生活環境的指標 哪個地方是好環境 人和 那個地方的人和幕 那個地方的人和善 不傷害眾生 前幾年我初到澳洲 聽說澳洲人 外戶動植物 收步 要斬樹 收工路要斬樹 見到樹上有著草 那棵樹就不斬了 要等小鳥長大 讓它飛走再斬 有時要等好幾個月 我們聽到深受感動 其他地方好像這些 是公家工程 哪會孤獨這種情形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觀察 你就知道那個地方人的愛心 對動植物上就是這樣 何況對人 所以那個地方是好的生活環境 所以我們選擇生活環境 選擇居處 第一個條件是人和 那個地方的人非常善良 非常和睦 在虛空法界裏面 人和達到至善 諸佛都讚嘆 和我們介紹西方極樂世界 西方極樂世界的人是上善 不是普通的善 我們想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但是自己要想下 有無做到上善 如果做到上善 這就是第十八元說的 十念一念必定往生淨土 如果不是上善 如果不是上善 起心動念 還是惡念 還是惡念 言語做作 還是惡行 自私自離 貪親千萬 這種人念佛 一日念十萬聲 亦不會往生 這句話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 古來祖師大德說的 人家說 口念彌陀 心散亂 喊破喉嚨 亦枉然 所以 無量仇敬 往生的條件 講得很清楚 上品 中品 下品 講三輩往生 上中下三輩 講的都是八個字相同 發菩提心 一向尊念 這八個字 就是指於自善 什麼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正的善心 觀無量仇佛經上 世尊和我們講的菩提心 自善心 自善心 是真情到極處 我們有沒有發這個心 要用這個真情心 對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絕對 無欺騙 這種是真情 絕對 無虛偽 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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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情心的自受用 就是金剛經上所講的 是真情 是真情 古人有解釋 好德好善 這種是真情 什麼是德 來一切妄想分別執著是德 什麼是善 幫助一切眾生 破迷開悟離苦得樂是善 有這個心 第三個是迴向發怨心 要將你的善心善行 落實 落實才是發怨回向 善心 沒有菩提心 一向尊念 亦不會往生 往生的條件 你只具備了一半 你還缺一半 你怎能往生 換句話說 菩提心 具足 就絕對有資格往生 後面為何還有一向尊念 你如果不一向尊念 我有了資格 我不想去 那也沒辦法 所以發菩提心 是你條件具足 一向尊念 是我願意去 我有條件 又願意去 那當然就往生了 因此 偶益大師在要解裡 跟我們講得好 能不能往生 存在信願之有無 信願是什麼 信願就是菩提心 往生西方紀錄世界 真正的條件是菩提心 品位高下 在念佛功夫的淺心 他這兩句話說得好 真正發菩提心的人 求生西方紀錄世界 依照慈雲冠鼎法師教我們的十念法就行了 朝早念十念冠鼎法師教人的一念是一口氣 一口氣裏面佛號幾多吳驅 念十口氣 那段時間不長 夜晚睡覺前 亦收拾念法 那個人絕對往生 符合 經典裏面的教導 不間斷 每日都做 一日不缺 要一生不間斷 這個十念法豪華時間短 你念佛的時候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 我教同修用的十念法是十句佛號 更簡單更容易受辭 一日修九次 有好多好多同修用這個方法 他對工作繁忙的人 他對工作繁忙的人 不耽誤他工作 他對工作繁忙的人 這些都是說明 發心重要 唯有發心念佛才能往生 要斷惡 要斷惡修善 知道什麼是惡的根本 什麼是善的根本 懂得受的人從根本受 根本是心 是一個善良的心 真情心 清淨心 平等心 正覺心 慈悲心 這種是自善 以這個自善的心 對一切人 對一切事 對一切物 這就叫修一切善 所以不單止對動物 連植物都不可以傷害 佛家戒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清淨彼憂不踏生草 草生得很茂盛 你從它上面經過踩它 你就不仁慈 你不仁慈悲心 花開得很好 你將它摘下來 不仁慈悲心 所以戒經上跟我們講行路 有路一定要行路 不要走在草地上 除非那個地方你必須經過 又沒有路行得 它有開源 如果那個地方有路 你再踩生草 你就破戒了 你就傷了慈悲心 這些細微小小界 有幾個人還記得 有幾個人還能遵守 草木尚且愛護 那動物哪有不愛護的道理 我們現在採取素食 我們現在採取素食 這種是大善 不同一切眾生結冤受 但是不在飲食的時候 有意無意還要傷害一些小動物 還要令一些動物生煩惱 我們立刻要警覺到 這種是我們的過失 知道懺悔 知道改過 這樣就好了 好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就講到這裡 視 dest 即代 TON 用צ�的